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这大圈全部都勾好了 最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再给它补上两个短针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来连接一下 就在第一个短针针眼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 拉过来 然后呢,带到后面线圈 这是一个引拔针 这样连接好就可以了 把线勾住,拉过来 直接剪断 可以留一个长线为后期用于缝合 这一部分就完成了 这样对折过来 正面朝外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它直接缝在这个身体上面 大家看一下 身体部分呢,不分这个反正面 因为它是圆的嘛 所以哪一面都可以 这样给它穿好 把两边这样给它重叠起来 我们在缝的时候呢 也就缝这个两侧就可以了 缝紧一点 可以先用这个定型针 给它定住 大家看一下 缝的时候呢,把上下三层全部穿透 给它固定好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难点 大家跟着我来缝一下 好 就这样缝好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这两个地方就是我们用来缝腿的部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勾一下这个奥特曼的这个 微薄的部分 那么微薄部分的起针和这个 刚才我们勾的这个裤子的起针是一样的 也是用红色 也是用这个变子针来起针 大家看一下 先这样打一个线圈 然后勾针穿进来 适当拉小 左手把线搭好 然后呢,我们先勾29个变子针 先勾29个变子针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连续勾好了29个变子针了 然后呢,我们来勾短针 我们注意看一下针眼 大家看一下 我们勾好之后这一侧是变子针 对吧 我们在勾的时候把它翻转过来 看着那一侧来穿针 那一侧都行着这样一根线 每一个变子针都行着这样一根线 这个叫做变子针的里删处 我们调这个里删处的这根线 作为针眼的部分 同样的 我们从第28针的这个里删处穿针 调这根线作为针眼的部分 这根线非常明显的 条里删处穿针 倒着往回勾 连续勾28个短针 这个是我们微博的第一行 谢谢观看 一直够到最后 好,大家看一下 勾好这28个短针了 第一行就勾好了 然后呢,我们继续勾第二行 大家看一下 先勾一个变丝针 然后翻转过来 第二行呢 我们需要先勾上7个引拔针 在这个短针针眼里面 对应勾上7个引拔针 然后呢,勾上12个短针 我们来勾一下 先勾7个引拔针 第一针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然后呢,直接带到后面线圈 这就是一个引拔针 非常简单 第二针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 带到后面 第三针 带过来 第四针 带过来 第五针 带过来 第六针 带过来 第七针 带过来 好了 勾好7个引拔针了 接下来呢 再勾12个短针 占据12个针眼 每个针眼里面 对应勾上一针 他也跟着我来勾一下 好,大家看一下 勾好这12个短针了 那么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不用再往后面勾了 我们就只勾中间的这12个短针就可以了 先勾一个变次针 然后翻转过来 不用管后面了啊 直接翻转过来 我们继续勾第三行 我们进行减针 把最开始两针减为一针 中间八针不变 然后最后两针并为一针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把第一针和第二针两针减为一针 我们首先在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不要并针 然后呢 在第二针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然后呢 把这三个线圈拉线并在一起 好 这就是一个减针 两针并为了一针 然后中间八针不发生变化 单独地勾上八个短针 好 勾好之后呢 最后两针也是减为一针 大家看一下 第十一针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然后第十二针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然后呢 给它并针 好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的第三行勾好之后呢 十个短针 然后勾一个并子针 翻转过来 继续勾第四行 也是一头一尾 进行减针 中间六针 不发生变化 第一针第二针 两针减为一针 然后中间勾好六针 然后随后两针减为一针 好 第四行就勾好了 然后勾一个变四针 翻转过来 继续勾第五行 也是一头一尾 进行减针 中间四针 不发生变化 随后两针 勾上一个减针 好 第五行勾好了 一个变四针 翻转过来 第六行 也是一头一尾 进行减针 中间两针 不发生变化 中间两针 勾上两个单独的短针 好 第六行就勾好了 然后呢 我们继续勾第七行 一个变四针 翻转过来 第七行呢 连续勾两个减针 就可以了 四针变两针 第二个减针 好 勾好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勾第八行 勾一个变四针 翻转过来 两针减为一针 好了 第八行就勾好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形状就出来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顺着这个形状 勾上一整圈的短针 就可以了 这样给它勾过来 勾着一整圈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先勾一个变四针 然后均匀地在边缘穿针 勾上一整圈的短针 有针眼的部分呢 对应勾针眼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 MARK 好,大家看一下 就这样勾好一整圈就可以了 把线拉长 直接剪断 然后呢我们来连接一下 大家看一下 我们跳过第一针 从第二针的针牙里面穿针 然后找到最后一针的这个针牙 挑后半针连动下面的小线圈 一同这样穿过来 这样给它连接好就可以了 这样就勾好了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反面 把这个线尾藏好 长的部分直接剪断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微博的部分 就完成了